一年一度的积极灯会充满在地的乡土特色 可说是镇内相当重要的观光活动之一 目前镇公所如火如荼的进行筹备工作 更在积极驿站前的民生路上 摆放十座花灯抢先亮相 让民众一睹风采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项公所 在我们一年春节过年的时候 都来基盘到花灯展览 那今年我们的新顶顶 也就是我们的丹顶顶 非常重视到这顶火灯的电线花灯 现在在我们的积极驿站前 已经在那里摆设着 有十座的火灯 要来让我们所为的义客来做一个观想 我们一项公所 都把这顶存一个火灯电线 动作是我们这一顶最大型的花灯 另外摆放在积极兰河宴的牛年主灯 正公所也在去年底重新粉刷 打造亮丽的入口意向 而在积极火车站前 也将摆放情人花灯 而主灯区则是在假日广场 会有花灯陆续进驻 供民众欣赏 议员陈淑惠也肯定正公所团队 为今年的积极灯会所付出的努力 期盼能够在妥善规划之下 让民众感受到正公所的热忱 以及花灯的艺术文化 所以一个心情的顶顶 可以聚集到正公所的团队 来终止到春节会订阅 这样的用心 尤其在未来会聚集到 花灯原始的教师团队 来做到国中国行的会订 在我们花灯的展示区里面 一日来做一个呈现 所以新人新气象 我们也希望说 顶顶和中国团队 和所有的自灯师傅 所展现出来的这些花灯 可以在到游客和我们在地民族 他们的喜好 和受到他们的刑定 积极灯会的花灯 每年都是由种子教师 和灯艺师制作而成 可说是在众人齐心协力下 为积极灯会绽放光彩 也希望积极灯会 能够持续地办理下去 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精彩 民意新闻洪家宴 积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